那种什么 政党之间彼此之间的各种放话 在媒体上面的放话 我已经听得要麻木了 甚至有一些根本没接触的 竟然还当起我的代言人 我都不知道到底在讲什么 黄国昌政治的下一步可能是什么 我觉得或许啦 因为我自己的确也还在思考当中 是不是说会从民间社会 再回到政治的这条路 我可以老实的跟光景姐讲 我的确有在思考当中 我也不会太矫情 我就直接讲 有机会让我当法务部长 我一定去 我不会跟你矫情说 没有啦另找闲人 我去我就不是去做官 我去就是去扫荡的 入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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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根本都不重要 你主要是要去扫荡 然后借着这个目的 对对对对 你要把这个目的总要有手段 你看台湾的预政 也腐败 黑金 诈欺 我管你认识谁 在这边 感谢观看